嗨,我是Chaddy,欢迎回到我的Garage Bank系列教学影片 这一期教学影片的内容呢,我要介绍一个蛮大的主题叫做Automation 中文的话叫做自动化 有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啊,或者是编辑音讯的时候 我们总会希望,例如说,一首歌或者是一个音轨 某个地方呢,可以大声一点 某一个地方呢,可以小声一点 但是不晓得要怎么做 如果说不认识Automation这个功能的话呢 可能会以为说,可能在播放的时候呢 只要稍微拉一下这个fader,往上拉 有的时候往上,有的时候再往上拉 也许可以做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但是通常出来的结果呢,是会让自己失望的 Automation这个功能呢,就是因应的这一种情况而诞生的功能 以现代来说,制作音乐的时候 Automation几乎是一定会用到的功能 那Automation它能够控制什么东西呢 例如比较简单,像是音量,或者是相位,Pen等等 它更可以去操作一首歌的动态 你还可以拿Automation去操作一些,像是Compressor EQ,甚至是合成器里面的其他的细微参数等等 这些都是自动化操作的范畴 所以这部影片呢,我想要稍微跟大家聊聊什么是自动化 然后我会示范一些简单的功能 非常简单的功能 顾及到影片长度的关系 我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自动化上面 那我就拿一些简单的例子来示范就好了 首先自动化的按钮在画面的上方 这边,这边有一个按钮 我看到这个 这个叫做显示隐藏自动混音 那快捷键的话是A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快捷键背下来 就是这个A,Automation的简写 就是A 你按下去之后呢,可以发现这个Region 这些Region的颜色呢,就会变暗 然后有没有看到中间这边有一条灰色的线 你要启动自动化调整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灰色的线上面点一下 这个灰色的线它就会变成一条黄色的线 我就拿这一个音轨来做示范好了 就是这一段鼓 好,这一个Region呢 它是由第五小节到第八小节 诶,是吧 对,五六七八嘛 它有四个小节 如果我希望从第六小节开始变得大声的话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在第六小节这个地方 第五小节到第六小节 你要在第六小节这个地方 黄色的线上方用滑鼠左键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它这边出现一个节点 对不对,一个点 然后呢 我在旁边这个地方再点一下这个节点 往上升 你会看到 这个音量就往上调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播放看看 诶,它就变大声了哦 太大声了 一点点就好 等一下,它就变大声了 那我想要变小声怎么办 第七小节我想要变小声 很简单 一样新增两个节点 然后在旁边这个节点的往下调 这样子可以让局部地方变小声一点 好,大声 变小 再拉小一点 为什么要做两个节点而不是一个哦 是这样子的 如果只有一个节点 的话有两种方法 这个效果不要了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把它删掉 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这个节点上面 Double Click 滑鼠Double Click 点两下 这个节点就不见了 这个也是 节点Double Click 两下不见 这也是 这个也是 那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在第一小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节点 你要把这个节点Double Click 把它按掉 把这一条黄色的线恢复成灰色呢 你才能够回到一开始的预设值 就是这个Fader 它所设定的音量就是10 10dB -10dB啦 Sorry 你要再一次启用Automation的话 必须要再点选一下这个灰线才可以哦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我再创造多一点节点 既然节点这么多 你要一个一个Double Click 太慢了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点选最后面的这个节点 往前去拖 这样子呢 所有的节点就不见了 它会只剩下第一个 第一个节点呢 你只能用Double Click的方法呢 才把它消除掉 再来介绍的是 节点的复制方法 例如我可以这样子做 好我这边有三个节点 我可不可以复制出来呢 其实可以哦 你是可以复制的哦 按住其中一个节点 再按下键盘的Shift键 可以连续点选其他不同的节点 然后再按键盘的Option键 搭配滑鼠的左键 拖过来 你可以发现 节点就可以被复制出来哦 这个是Automation的复制方法 还蛮好用的 OK就看个人的需求啦 要取消所有的Automation一样 拖过来 拖过来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节点的复制 以及删除的方法 再来要介绍另外一个 在Groach Band里面 你可以去画Automation的方法 你在Automation这个模式打开的时候呢 你按下键盘上面的Command键 你可以发现这个滑鼠的指标 现在这个是箭头嘛 对不对 你按下Command键 它变成一支铅笔 你就可以在这个Region里面 去画Automation的述值 Command键要一直按着哦 这样子的话自由度还蛮高的 我是很喜欢这个铅笔工具啦 然后听听看 变大声 然后小声 这个就是铅笔工具的使用方法 介绍给大家 再来我们要看看Automation 可以利用在哪些地方 在Groach Band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每一个轨道都会出现一个选单 对不对 你用滑鼠去点 你除了可以控制音量之外 你还可以去控制相位 就是这个 这颗雪牛 这个相位 还有哪些呢 像回音跟残响等等 回音跟残响在哪里 你要把Smart Control打开 回音跟残响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加入残响 或者是回音 你可以设定某些地方的残响多一点 某些地方的残响少一点 或者是没有残响 都可以利用Automation去写出来 还有哪些呢 你还可以去控制 像是EQ里面 EQ里面的参数 这边Channel EQ 它里面很多参数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我就先拿音量以及相位 这两个参数来示范 怎么调整就好了 再来我要示范是调整相位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音轨 这个叫路障爬音 还有一个叫大忌爬音 这个听听看 这两个音轨呢 其中一轨 上面这一轨 我是把它调整的相位是左边 另外一轨是右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太单调了 我希望它的相位可以是由左边慢慢移向右边 然后呢 下面这个音轨呢 是由右边慢慢移向左边 那我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首先 先点选这个音轨 然后这边我选择相位 因为我要调整相位 这一条线它就会从黄色变成绿色的 这边点一下 目前的数值是-40嘛 我要把它调成正40 那我就在这一块region的最后面这个地方点一下 创造另外一个新的节点 往下拉 从-40变成正40 你们看到它这边就有一条线 好我们听听看哦 它就会从左边一路跑到右边哦 对不对 哦这鬼我先把它mute掉 这个region的相位 它变成被我固定在右边嘛 那我也希望这个region呢 可以跟刚刚旁边这个region 是创造一样的效果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在空白的这个地方啊 中间灰色这边 空白处 我再创造一个节点 往上升 往上拉 拉到-40 这样子的话 这个region的一开始起始点呢 它的相位值又会是-40 这边 我再创造一个节点 往下拉 拉到-40 sorry 拉到正40 这样子的话 两个region都可以创造一样的效果 这个轨道调整完毕之后 我再调整下面这个轨道 一样的相位 这边也是创造一个节点 往上拉 拉到-40 这边一样空白处 创造一个节点 往下拉 这边也是 再创造一个节点 -40 这样子就可以了哦 好 我们听听看 这两轨合成器的声音呢 它就会在你的 你的耳边 就是你的两只耳朵 当中跑来跑去 还蛮有趣的哦 OK 这个就是 关于automation的使用方法 再来哦 最后一点我要修整的 就是这个钢琴的音量 可以听听看 钢琴的最后一段这边 它的最后面 有一个click的声音 我觉得不太自然 这个不自然的声音 如果要让它消失的话 就可以利用automation 这个功能去修我 我可以在这个region的最后面 我先创造一个节点 然后我在这个region 结束的后方呢 我再创造一个节点 往下拉 这样子就可以让它的音量 从-10dB到-5线 就是完全消失 听听看 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设定 不太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自己去移动这些节点 节点是可以移动的哦 你不需要说把节点删除掉 然后再去创造别的节点 不需要这样子 节点是可以去自由移动的 嗯OK这样子就还可以 最后的click的声音就被我消掉了 好以上就是关于automation的简单介绍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它这边选单里面 还有非常多的参数 由于篇幅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讲这么多的功能 像是回音跟残响这个 这个的设定就是关于这个 回音跟残响 你可以去写参数进去 我去拉这个参数 好大家听听看哦 这个参数它会自动往前拉 对不对 回音越越多 好这边回音再变少 好这个就是关于automation 它其他的参数还有很多 这些参数呢 就交给大家慢慢去玩咯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